各位听友 大家好 欢迎您收听由小剧给您带来的长篇事情小说 金平梅 这里有雅 有俗 有您知道的 亦有您不知的人间百态 难关 女爱 如您未满十八周岁 请自觉的理论 欢迎各位听友的收听 金平梅 哀啦 各位听友 大家好 我们继续书节前文 上回书咱们说到 春梅听说潘金莲要吃茶 于是连忙咬了一小挑子的水 就坐到了火上 使他又崴了一些炭 给加火加热 咱说过了没多大一会 茶汤就煮好了 当然弄得很干净 也是泡得浓浓的 就给潘金莲端了上去 于是小潘就问春梅 说你爹睡下了多长时间了 春梅说我哄着老哥睡觉 已经睡了挺久了 那这边问娘来没来 我说这娘可能在大娘那头 他们一起去听人家讲经 或者说什么事 那我们看整个描述到这 实际上鲜明的对比 就已经是产生了 前面同样是被吵醒睡觉 但是结果是不一样 因为啥呢 一个你是陪领导睡觉 一个你是自己睡 那差别当然很大 咱说潘金莲是吃了茶 转身就又问我们的春梅 说我开头揣了几个果子 还有几个蜜饯 是玉霄拿来给你老的吃的 这奴才交没交给你 你收没收 春梅说我没看着 秋菊没给我 于是潘金莲就继续问秋菊 说果子在哪呢 秋菊说我放到盒里了 那走过来拿着小盒 取过来递给潘金莲 潘金莲拿出来一看 数了数数也收到手中 说少了一个 少了一个橘子 就问他说这个东西哪去了 秋菊说我拿进来 我就放这盒里了 我没吃 怎么就少一橘子 哪一个是烂了嘴 害了产病才能偷这么一个橘子吃 结果潘金莲是气的 说你要不要点脸 你个奴才偷了东西 你还降嘴 你要承认 这事可能也没那么严重 咱们说淹死灰水的 打死降嘴的 这话真的没毛病 你真的偷了的话 你就承认好了 然后你还死降 说我没偷 那潘金莲多么精细一个人 几个果子那是有数的 它是数得过来的 说你不偷 这果子我都数好了 你告诉我哪去了 我亲手递给你的 现在怎么就少了 我拿了这个果子 我是来孝敬你的 还是来孝敬我娘的 这给潘金莲气的也是够呛 秋菊看来又要倒霉了 那这边呢 潘金莲就跟着春梅说 说你过来 把这个丫头给我长嘴 抽她五十个嘴巴子 抽死她 这春梅说就她呢 脏脸蛋子 脏了我的手 我才不惜她抽她 那结果呢 这潘金莲一看 这知识而知识不动 说算了 你把她给我拉过来 这个你看我 我这我手 结果春梅在后边呢 是推嗓着这秋菊 就推跪到了 这个潘金莲的面前 于是潘金莲呢 是伸手拧着 这个秋菊的脸蛋子 然后边拧边问她 说你个贼奴才 你告诉我 这菊子是不是你偷吃了吧 你就说说是不是 你实话说了 我告诉你 我不打你 要不然 我拿着马鞭子 我抽死你啊 我这个我都不用数数 我啥时候 我超累了为止 你真的以为我醉了 啊 你偷个果子 你还敢糊弄我 你以为我不识数啊 结果呢 这个潘金莲就又问这春梅 你说啊 我我醉不醉 我喝没喝多 春梅说 娘哪醉了 娘呢清醒着呢 是吧 这个用没有我再给你淘点酒啊 你这个再喝点 是吧 这个肯定你没醉 另外我跟你说 就这丫头片 就她那个智商 犯点错误都没用 你不信 娘你现在看看她袖子里 有没有橘子皮 橘子皮肯定给她袖里藏着呢 因为我们说 你不敢随处乱扔吧 你随处乱扔完之后 那个橘子皮在哪 人家一个汗 哎 这就出事了 那秋菊呢 被春梅这么一猜 说这个橘子皮 一定是你藏到了袖子里 那管轻呢 这妇人掐着脸就过来啊 要摸她的这个袖子 上里边去掏 那咱说秋菊就慌了嘛 死活是不让她来掏 那春梅在边上一看 小兔崽子 你还敢躲着 还敢藏着 把这手一背呢 直接上里边就开始掏 果然掉出来 很多这橘子皮 那咱说呢 这潘金莲一看 你个小样呢 照脸呢 啪啪又使劲拧了几下 上去呢 啪啪 好顿啊 一顿大嘴巴的 给他扇的 也是知晕 这边嘴上还骂 说偷东西的 你还说不是你 现在这人赃病祸 你还赖不赖了 你还说你没吃 难道别人吃完 把橘子皮塞你兜了吗 啊 我现在我告诉你啊 我现在是喝了茶 吃了酒 我今天我先不打你 省得别人呢 说我这喝酒闹事 对吧 我是理智的人 你等明天醒了的 你看我不找你算账的 咱说这春梅呢 也倒说到 那说这个 娘啊 是吧 到了明天啊 我跟你讲 你也别便宜了 这小王八蛋 着实的呢 咱找个人 找个男的 是吧 狠狠的拿这棍子 是抽他一顿 让他呢 也知道疼 也知道怕 你别像之前似的 拿那个棍子在上面 跟霍了水似的 轻轻了解一下 也不疼不痒 他根本他就不记在心上 这次呢 拍就给他拍个半死 让他以后呢 彻底长记性 那咱说呢 这边 潘金莲的手啊 在这秋菊脸上 那真是好 好蹲掐呀 掐的呢 是又轻用肿的 对吧 那咱说 这秋菊呢 也是鼓个脸 那本来嘛 气的就嘟嘟了啊 自己呢 再加上脸被掐肿了 所以说鼓个脸 就往这除下去 返回自己的房中呢 要去睡觉 要去休息去了 咱说这妇人呢 把那橘子是吧 剩下的 这橘子啥呢 又扒开两半 这个也是呢 又拿了一个苹果 还有石榴 就全都递给了春梅 说呢 这个啊 你就留着吃 是吧 剩下的呢 咱留给老子去吃 这春梅呢 也不瞧 直接拿了过来 就宛入自己的袖中 这妇人呢 是把这蜜饯 也是各分一半 春梅说啊 娘啊 这个蜜饯啊 我就不吃了 那东西啊 太甜了 我这也不爱吃 您全留给这个 咱潘姥姥啊 去吃得了 那说 自此呢 这潘金莲 就把这些东西 全都收下了 除了交给 这个春梅的之外啊 自己全留好 准备 递给自己的老娘 当然他给不给呢 这事也不好说啊 这人兴许 自己也吃点嘛 我们看到啊 都是奴才的命 但是一个春梅 一个秋菊 命运 却似乎有所不同 一个懂得如何梳妆打扮 一个呢 整天是不修蝙蝠啊 当然我们要承认啊 一个人的外在形象好 那可能啊 这后天能起到的作用 或者说对自己的帮助就很多 但是最起码我们说你要做到清洁 整洁 利索嘛 这个每个人都能做到嘛 你如果长得又丑 你天天又不知道如何打扮自己 不知道让如何让自己能够精致起来 别人瞧不起你 瞧不起你就对了嘛 其实小剧想说的就是这个话啊 我们表面上看 秋菊似乎很可怜 但是我们实际上也要看到 这个人除了他外在的条件不好 那么和他比较懒惰 又馋嘴 自己呢 又不修蝙蝠 不懂得如何自己导弃自己 让自己变得更精致 是不是也有关系呢 我们不要一味的认为 小潘就欺负人 就折磨他 其实也是他自己把这事 这活没干明白在先啊 那小潘打他 春梅瞧不起他 也都是在情理之中的事 那咱说潘金莲呢 是走到这桶子上啊 准备这个小姐 那我们说这个妇人家嘛 你都整整个桶子 就是和现在的这个作变就很像 是吧 让这春梅呢 也是这个熟识 这个再把这个洗 洗瓶的啊 那个小盆也端过来 这边啊 上完厕所 方便完了 那头又坐在小盆里 是熏香造聘啊 这个我们也不用去赘述 因为马上要进屋嘛 和大观人又再次去云语去了 那又问这春梅 说现在这是什么时候了 春梅说睡了这么半天 估计有三惊天了吧 于是潘金莲呢 也是把头上的这些头面 全都摘了下来 就走进来 来到这床里 一见这桌上呢 是银灯已残 他呢 是重新的 把这个灯啊 又挑了挑 又替了替 向床上呢 看西门庆 正在那打酣 酣睡之时 于是自己呢 也是宽衣解带 褪却相群 是直接上来 就钻进了被窝之中 与西门庆呢 是并诊而卧 那当然啊 这里边的细节 其实很重要 我们不要以为 哎 为什么还非要说一段 他把灯挑亮一下呢 因为有细节意义嘛 他是喜欢 在和西门庆 发生性关系的时候 看得更轻 这个稍后 我们会有所提到啊 那咱说 这躺下没多大一会儿嘛 就往这腰间啊 去摸西门庆那话 那拨弄了一会儿嘛 咱说这西门庆 半天没反应 哎 那你说为啥呢 因为之前和春梅 已经在床上 这个云雨了半天嘛 所以说那话软绵啊 这软塌塌的 没啥反应 那这个潘金莲嘛 也很急 啊 这个 就是着急嘛 怎么能赶紧给他 啊 这个弄起来嘛 这个让他勃起啊 好满足自己的欲望 那咱说潘金莲此时啊 是喝了酒 那这个欲火难耐嘛 所以说整个人就蹲在这个被子底下 弯一下头去 是吧 后面啊 要尊重原文了 就吧 为啥尊重原文 各位也不陌生 是吧 是把那话呢 叫用口允扎 挑弄挖口 是吞果归头 只顾呢 往来不绝 那这个动作嘛 就像前面啊 这个西门庆要唱曲什么 一吹消啊 基本搞的啊 就是这套情绪和这套动作 那你说西门庆作为一个酒精啊 这个风月场之人 那下边被人那顿摆弄嘛 你都不用说他 你换正常人那样 我估计也不行 所以说突然呢 就警醒了 砰啊 一下这个蹦起来了 蹦起来的不是 不是那话啊 而是人 那于是说道 说你个小音符 你怎么等到这个时候才过来 我这想你想呢 啊 这个急的内心都不行了 潘金莲说啥呢 说我们啊 跑后边又去吃酒去了 这孟三呢 又安排下来嘛 这两方盒的 拿这个菜酒 那边呢 玉大姐也是给我们唱着 我们在那呢 也是置着骰子 猜着梅 是吧 又耍了这半天 我呢 是把这李娇儿 关了够呛 过后呢 这孟三啊 跟我又玩的菜美 结果呢 我又让孟三 给整了够呛 这喝了半天酒嘛 这个 所以才回来 你倒是好 你跑这睡这么半天 啊 我在那把你那话 摆弄多时啊 你说你还不起来 你看看 我等会儿 我怎么收拾你 等你那个东西起来 啊 我这个 啊 我好好要在床上 收拾你一番 但是这话说的嘛 他俩谁收拾谁 还不一定啊 那西门庆也说到 说这个 昨天晚上咱说啊 你不是说要整一袋子吗 啊 这个袋子 你做没做好呢 对吧 那我们讲这个袋子 是干啥的呢 其实小剧跟各位说 我们说从形状上看的 它是有一点这个 避孕套的形状 但是其实它主要起的作用 和它起到的意义呢 属于是啊 这个在里边抹药嘛 咱说那个拆生胶啊 或者说啥的 就一直包裹到这个袋子当中 能和西门庆的那话呢 就时刻的接触 那主要目的 其实用现代汉语翻译过来 就像我们现在说 这个吃什么药 吃什么胶囊 那叫缓食技术 对吧 叫什么24小时啊 持续有效 那其实主要起到的效果 就是这样啊 让西门庆和潘金莲 在床上云语的过程当中呢 能持续感受到 这缓食药效 所达到的这个效果 那西门庆问他嘛 说这个袋子啊 你做没做好 潘金莲说做好了 在那个褥子底下放着呢 那于是呢 这边也是伸手 从这褥子底下 探手取了出来 这西门庆一看 手工不错 做的挺好 那这边潘金莲呢 也是替他 把这个套子嘛 全都啊 这个扎在 他这个竹柄的根下 那就是全套进去了嘛 里边也都抹好了 这各种各样的 胡僧的药啊 各种各样的春药啊 之后呢 把后边这个袋子 也是系到了 西门庆的这个腰上 缠的呢 是紧紧的 各位可以脑补一下 那个形象啊 是吧 这个前面一个白袋子 后边呢 直接就扎到腰上 那当然也挺特殊的啊 这于是呢 又问他 说这个你吃没吃药啊 就是问西门庆 你吃没吃 胡僧给你的那个口服药 西门庆说 我吃了 那于是呢 这潘金莲一听说 你吃药了 那就妥了 我知道 那这我不用再费多大力气 你那个东西 我就能给你弄起来 那于是小潘呢 又使劲了自己浑身的解数 果然 没过多大一会儿 是只见啊 这奢冷跳脑 是挺身直输啊 比寻常呢 咱说 那更是长了半寸有余 指的就是西门庆的那家伙嘛 是吧 这个比潘驴邓小贤的这个驴 可能还要在长上这么半寸 那咱说潘金莲嘛 一看呀 内心这个激动啊 就趴到了他身上 咱说此时呢 是龟头昂大 两手扇着聘户往里放 这块我是尊重原文啊 但是我觉得 无论我再尊重原文 我也要把这个 一些细节的东西 在这解释一下嘛 可能因为各位可能听着小剧去讲 你会觉得啊 因为这块从原文出发 各位可能没太理解是什么动作是吧 所以说我必须有必要翻译一下 那这里边用的这个词呢 删 其实我们觉得应该是一种什么呢 就是说用双手扒开那样一个动作 那实际上是指潘金莲用自己的双手扒开自己的那个 是吧 这个怎么讲 现代汉语叫阴护 是吧 因为什么呢 因为西门庆吃了药 再加上他外边用的 我刚才讲的那个叫缓视技术的袋子嘛 那自然呢 那话就特别的大 就放不进去 所以说潘金莲必须用这样的动作去配合他 才达到这样的效果 当然这个各位也别挑理啊 小剧解释的是不是有点太过露骨 好 那咱继续说 是吧 须语呢 是突入聘中 妇人呢 是两手搂定西门庆的脖颈 令西门庆呢 亦是板骑 这个腰骨 再上呢 只顾揉搓 那话是见墨至根 这个动作就不用再翻译了 各位也听得懂 再说妇人呢 在他身上 就是跟着骑着大马一样 坐到这个西门庆的身上 也是 骑在上面 这上下呢 也是不用这个来回动几回 那话是进入 这次啊 就比带着银托子强嘛 带着银托子 你那个东西进去的少 这回呢 你就全都进去了 那潘金莲嘛 也是比较激动 说大观人 这次好啊 这次这个感觉比较刺激 就问西门庆 说达达呀 你呀 你用手你摸吗 这下全都放进去了 你看看撑的里边啊 那是满满的 你舒不舒服啊 你自在不自在呢 那西门庆果然嘛 这用手往上一摸 哎呀 发现果然全都已经进去了 那这个 这怎么想象呢 全都进肚子里去了 差不多啊 咱说呢 是叫肩部融发 只剩二卵在外 这个动作能想象吗 这个已经严丝合缝了 一点缝隙啊 一点空间都没了 而且呢 叫只剩二卵在外 这个卵是啥 各位也明白吗 基本就值得淡淡 是吧 那咱说西门庆心里也开心啊 这突然就觉得 哎呀 这个心中啊 那是稀稀然 是畅美 不可禁言 这潘金莲说嘛 说你看看 啊 这个多好 是吧 只不过呢 是有一些这个冷 要不然啊 咱就钻出被窝去 到外边呢 咱拿着灯 叫照着干 啊 这赶不上夏天好 我们说什么叫赶不上夏天好啊 前面已经做了这个引述 引述是什么呢 就是说 你为什么把灯弄亮 因为潘金莲要让西门庆看清 在床上的各种云语 各种的动作嘛 包括他的表情啊 什么各种各样的东西啊 其实是为了和大官人达到一种更好的心安效果 所以呢 他才把灯弄亮 那我们讲那个时候 因为暑久寒冬的嘛 天气比较凉 他就很难 这个钻出被窝拿着灯啊 这个像我们现在拿手电板啊 这个什么的照一下是吧 那他呢 说这个时候不敢夏天好 其实指的就是这个意思 那究竟这两个人在床上还能玩出什么新花样呢 咱们下回再说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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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